NPC被问谁是秋库男孩,陈立农沉默,范诚诚指向蔡徐坤,太逗了,在娱乐圈中有很多当红的男明星,他们不管是在颜值上还是在实力上,都是数一数二的,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,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很真挚的,并且在梦想的道路上一直努力,所以他们收获到了很多人, 很多的支持跟喜爱,今天小编要说的就是NPC男团,他们在大家的心目中,是一个很温暖并且充满正能量的组合,当然他们在发了自己的专辑之后,也接受了很多很多的采访,因为这样让他们的名气更加大,也让大家更了解他们,即使他们出道的时间还不到一年,但他们在粉丝心中,就已经是无庸置疑的实力派偶像了,因为他们不光颜值高,在实力上, 也是一直在努力,才得到了这么多的成就,让大家感受到他们的真实,在一次采访过程中,他们被问到谁是秋裤男孩呢? 这下大家不知该怎么回答,而陈立农也是低下头沉默了,他的表现说明了一切,那就是他肯定没有穿秋裤,在这么冷的天气中,粉丝们还是很心疼他们的,小编觉得浓浓的小表情也是太可爱了,不过就是没有穿秋裤,这样的反应也是很真实了,然后就是范澄澄了,一向活泼可爱的他,这次并没有说啥,而是一直盯着蔡徐坤看, 还指了指他,这个工作也太逗了,难道是说昆昆穿了秋裤吗? 这时候只见蔡徐坤拿着话筒说,因为现在的裤子都特别紧,所以穿不下秋裤,小编认为这样的回答,就是标准答案,不仅解释了自己没有穿秋裤原因,也让大家觉得合情合理,这样的坤坤要为你点个赞,看来NPC男团的成员们在寒冷的冬天,因为要在舞台上演出,穿着秋裤也是非常不方便的, 于是他们看起来都很单薄,即使他们穿着厚厚的秋裤,依然是大家心目中的男神,不过小编还是觉得,如果没有演出的话,还是应该穿厚一点,毕竟自己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,不过陈立农跟范澄澄的表现,真的太逗了,NPC被问谁是秋裤男孩,陈立农沉默,范澄澄指向蔡徐坤,太逗了,他们组合中的九个人,性格都是很好的,活泼开朗 大家很是喜欢,没想到被问到秋裤男孩的时候,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,不过坤坤的回答真的很标准,你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呢? NPC被问谁是秋裤男孩,陈立农沉默,范澄澄指向蔡徐坤,太逗了,在娱乐圈中有很多单红的男明星,他们不管是在颜值上还是在实力上,都是数一数二的,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,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很真挚的,并且在梦想的道路上一直努力,所以他们收获到了很多的支持跟喜爱, 今天小编要说的就是NPC男团,他们在大家的心目中,是一个很温暖并且充满正能量的组合 当然他们在发了自己的专辑之后,也接受了很多很多的采访,因为这样让他们的名气更加大,也让大家更了解他们,即使他们出道的时间还不到一年,但他们在粉丝心中,就已经是无庸置疑的实力派偶像了,因为他们不光颜值高,在实力上也是一直在努力,才得到了这么多的成就,让大家感受到他们的真实。 在一次采访过程中,他们被问到谁是秋裤男孩呢? 这下大家不知该怎么回答,而陈丽农也是低下头沉默了,他的表现说明了一切,那就是他肯定没有穿秋裤,在这么冷的天气中,粉丝们还是很心疼他们的,小编觉得浓浓的小表情也是太可爱了,不过就是没有穿秋裤,这样的反应也是很真实了,然后就是范诚诚了,一向活泼可爱的他, 这次并没有说啥,而是一直盯着蔡徐坤看,还指了指他,这个工作也太逗了,难道是说坤坤穿了秋裤吗? 这时候只见蔡徐坤拿着话筒说,因为现在的裤子都特别紧,所以穿不下秋裤,小编认为这样的回答,就是标准答案,不仅解释了自己没有穿秋裤原因,也让大家觉得合情合理,这样的坤坤要为你点个赞, 看来NPC男团的成员们在寒冷的冬天,因为要在舞台上演出,穿着秋裤也是非常不方便的,于是他们看起来都很单薄,即使他们穿着厚厚的秋裤,依然是大家心目中的男神, 不过小编还是觉得,如果没有影出的话,还是应该穿厚一点,毕竟自己的身体才是最重要的,不过陈立农跟范诚诚的表现,真的太逗了,NPC被问谁是秋裤男孩,陈立农沉默,范诚诚指向蔡徐坤,太逗了, 他们组合中的九个人,性格都是很好的,活泼开朗大家很是喜欢,没想到被问到秋裤男孩的时候,大家的反应各不相同, 不过昆昆的回答真的很标准,你是不是也这么觉得呢?